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Aurine 女哥一直在拍视频 但是永远没有时间把它剪完 那今天呢是一期 口红的试色吧 试色的主题只有一个 那就是秋冬红棕色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请去看下去吧 红棕色算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色系 我觉得红棕色真的是 总之我觉得红棕色真的是很适合在日常生活中 使用的一个颜色 那今天呢我也没有化很浓的 大浓妆就是 我的日常妆因为这些 口红都是我日常会用的 那种口红颜色 刚刚贴了一个假片 真的好不习惯啊这边还掉了 所以如果待会儿试到一半的时候 假片掉了你们不要笑我 真的好不习惯了今天要说的口红 都是很平价的口红均价 都是30左右 但是我觉得虽然很便宜但是它的质感 也很不错我最喜欢的一只红棕色的口红 一只唇釉 但是呢那只唇釉被我搞丢了 我也不知道丢到哪去了 我就想去买一只同款的 但是我发现买不到了 那个唇釉是一个泰国的牌子 叫All My Mate 色号是107 我去他晚上搜的话 发现只有45家在买 而且都没有107那个色号 所以我要重新的 收集了一些红中色的口红 想找找有没有替代 因为那只真的是 我涂出去人家就会问你涂了什么色号的 一个口红 好的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首先就这个colourpop的 这个星星唇膏 看颜色还是比较偏 那种陶土色的感觉 那他们家的唇膏 我还是第一次用colourpop的唇膏 我换了一下位置 因为刚刚那个位置太阳光照着 这只温州油果很淡的那个巧克力味 然后它的颜色我觉得不算特别红中 它更偏橘中一点 橘调会有一点橘调在里面 就是不是特别浓郁特别深的那种红中色 感觉也是比较滋润的 也不是阳光型的 明显的看出来它是有光子在 在嘴巴上是比较奶油的 接下来呢是 Icense的白管17号 This is me 这只比刚刚那只要稍微的 这只虽然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棕红色 但是我觉得涂折也还不错 这个颜色也还是没有彩雷 这个这一只真的很滑很滑在嘴巴上 但是它没有说滑得上不了色的那种 它显色还是很饱满的 在嘴巴上也感觉是比较滋润的 而且也挺轻薄的 不像没有刚刚那只质地那么厚 接下来这只也是Icense的 这个是他们的黑管14号 这只就明显要红一些 诶 这只感觉特别的滑 这质地感觉要薄一些 用种那种水水的质地的感觉 这花真的很润很滑 就看上去就很像唇彩一样 就你看这个光子 也不是那种金属光 就那种水光感 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也不算特别的 总更像那种深一点 比草莓红稍微深一点点 就那种草莓红大一点都棕掉 这只基本上没有什么味道 这一点我还是挺喜欢的 但是在嘴巴上 不觉得就感觉有点油 接下来就是这只 非常有名的colourpop的 那这个我还是不会念 这个红棕色号的唇膏笔 这个颜色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看过 或者很多人都有 就它和刚刚那只 试过的那只colourpop的 那个星星唇膏 也差不多 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这只要 颜色真的差得多 只是质感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一只的话 比它那个星星唇膏的那个 要更加偏红一点 刚刚那个要更集中一点 嗯 但质地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完全的 哑光的质地 没有任何光子 我最喜欢就是这种 哑光质地 而且我平常也用过它 所以觉得它并没有说干到嘴巴 开脸那种 嗯还是在嘴巴上还是挺舒服的 薄薄的一层 就作为一个唇膏 嗯它基本上不怎么沾杯 喝水的话那杯子上 都没有怎么有影子的 嗯就很像唇油一样会沉膜的感觉 真的真的就是跟唇油差不多 非常非常持久 算是我用过最持久的唇膏了 我发现我真的不怎么会形容口红 我发现有的薄如它形容的 就让你觉得很有画面感 或者说听到它那种形容就很想很想买 但是我完全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 形容它只能就直观的演示给你们看了 反正像我这种转向水平的话 如果在我这边你觉得好看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犹豫 可以毫不犹豫的入手 好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泰国牌子 就是这个for two youth 好它上面就是我看卖家标示红棕色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是C28号的Rockstar 文字就是那种葡萄果汁的味道 像那个葡萄味的QQ糖 基本上感觉不到它存在的那种唇幼 这种质感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最怕唇幼就是干干的一层厚厚的敷在嘴上 那真的是太难受了 这个颜色也不算我理想的红棕色 我觉得它的中调也不是很明显 然后还是有那种焦糖菊棕的感觉 也不能说焦糖菊棕 我觉得有点难阴行 因为这个颜色 反而看上去完全就不是红棕色 如果我只看见颜色的话 我不会觉得它是我想要的那种红棕色 它确实是暖色调的一个口红 也挺提气色的 质感也很舒服 就这种有种那种粉雾感 接下来呢是The Balm的唇幼 这个是它那个小套装里面的一只颜色 就光看它这个管上面的颜色 它是比较偏紫调的 更像是梅子色 然后闻着水谷薄荷味 它薄涂的话是有点紫的 但是厚涂的话 就感觉那个紫色就不这么明显 外包装就是红棕色的感觉 就是这种红棕色就是我想要的那种 但是涂出来的话 还是有点差异 它有一点紫调在里面 不过还好 它那种紫调不是那种 会显得很黑的那种紫色 反正也是一个比较有气场的一个颜色 接下来那支是一支比较重口味的 我觉得它直接是棕色了吧 应该不能算是红棕色的 就是Ophara的 Op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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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hara的这个Brooklyn 这就是巧克力味 这这就是一支正宗的赤土宗 土库女孩必配 就是他们家的唇釉的质地都这样 真的很像慕斯 然后呢也不会说沉默不沾杯 它会沾杯 然后我刚刚用遮瑕补了一下唇边的妆 所以就要搞到嘴巴上了 接下来是最后一支唇油 就这个美宝莲接纹棒 这个是50号 其实它看上去 它和这支其实有点像 就是那种有点紫色调的 那么一个棕红色 这个味道真的好像好甜啊 就那种焦糖糖浆的味道 应该说是红酒色吧 我不知道是我眼睛的问题 还是电脑显示器的问题 反正我觉得这个颜色 我在那个望眼上看真的很像 我想要的那种红棕色 但是拿到之后 我又发现还是有差别 就是有种资料在里面 不过虽然感觉有点偏离标题了 但是这个颜色还是很好看 很适合秋冬的 嗯 唇宝莲的接纹棒 好粘嘴巴 它现在还没有干 就是非常的沾嘴巴 看见吗 就很沾嘴巴 我还怕它干了之后会拔干这个 但这个还好 它不会拔干 既然是接纹棒嘛 那这个持久力就不用再多说了 这支的颜色我还是很喜欢的 虽然说依旧不是 虽然依旧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红棕色 好的 其实到现在所有的都已经试完了 然后呢 就是我在买完这些时候 我才发现 其实我想要原本 我想要的那个红棕色 我完全可以利用手头的 原本就有的产品把它挑出来 用到的就是这两支 PF的唇釉 这个是他们的小套装 然后这个是10881 就是这个枸杞红色 还有这个10884 卫宝莲这个真的好难卸 太持久了吧 一般的卸妆水都感觉得卸不掉 算了我还是拿曼淡来卸好了 先上这个枸杞红色 这个也是非常提提色的一个颜色 嗯 差不多就这样了 这支算是比较接近我想要的那个颜色 但是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味道 好的 那 还不想怎么说 反正已经买这么多口红了 我应该不会再买新的了 我打算再多探索一下 把这些唇釉来调一调 看看能不能变化出 某种独特的色彩 好的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收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还有呢 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也会整理一个图文版 放在我的小红书 还有公众号上面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嗯 好的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